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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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云飞 南江的南海山 唉呦 有一春明珠 山摇着光芒 黎树一看 风光如花 遥阔的海域 与无尽的宝藏 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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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祖国的宝岛 我可爱的家乡 祖国的宝岛 我可爱的家乡 我可爱的家乡 阿不 我可爱的家乡 祖国的宝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柳直询和杨开慧 同样是缅怀王妻 我想起了曾经写过 大江东区浪淘尽的 北宋词人苏氏 他们同样是政治家 同样是豪放派 但是苏氏在江城子里 却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情怀 夜来幽梦呼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料得年年长断处 明月夜断松刚 除了各自的近况不同以外 我想性格和胸襟上的差异 也是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